VBA,第一個你要把開發人員先打開 應該還記得吧,在自訂工作區裡面這邊打勾 第二個你要做什麼 點擊開發人員 這邊VBA 我建議你是把它縮小一點點,放旁邊 那再來記得 要怎麼樣 第一步要記得,如果你要把雲端上面的程式 比如說我今天有兩段清除 比如說那個清除、成績跟函數還有多重 這四段程式要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的VBA裡面的話 第一個請記住,一定要先插入一個模組 因為如果沒有模組,你後面都不用講了 因為你沒有地方可以貼,模組 那把它展開一下 第二個你可以從雲端上面 把清除這一段好了 一直到那個多重好了 比如說這些 把它選起來 選起來就要Ctrl C Ctrl C之後,你就直接把這邊貼上 好,程式就寫完了 OK 你也許在家練習,你可以先這樣 RUN一下 比如說今天 先輸出什麼 輸出那個 這個乘機 輸出到哪一欄 判斷E欄 輸出到H欄 所以你可以把它拉過來H欄 實際上應該是輸出到這裡 輸出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要輸出到H欄的話 輸出到H 你如果先要 改F欄的話 先把它清除 你可以 把這個H改成什麼 改成F不就好了 也就是說更改它的什麼 輸出的那個 就是哪一欄 對不對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F的話 輸出 有沒有 它就放在這邊了 不過這個可能對齊方 對齊沒有調好 另外的話清除 清除當然你就不是清除H欄 因為你現在清除H欄完全沒用 因為本來它是空的 那就清除 F欄就清除掉了 那一樣的道理 這個地方 有多重的部分 多重的話呢 就是輸出到我這邊是判斷依然 這個是判斷 那多重特別注意就是 如果你有很多邏輯的話 第一個邏輯放這邊 第二個邏輯放哪裡呢 因為本來我們只有 一個 邏輯 就是 有沒有 大於 60 不過字太小了 我把字放大 工具裡面的選項 選項裡面的撰寫風格 把字稍微放大到12好了 按確定 工具裡面的選項 撰寫風格 按確定 字稍微放大 我們原來的邏輯是 如果 一欄 就是說在那個 平均成績裡面 就這一欄 裡面的哪一列 列號會變動 2到7 如果它大於等於60的話 這邊要變合格不合格 可是如果今天我希望 寫一個VBA 把這個地方改成 多重的 記得是多重的 那個邏輯判斷的話 那我就 必須改成底下這個 成績多重 後面加一個多重 兩個字 那實際上可以把 這一段程式 複製貼到底下好了 那怎麼改 其實 我改一次給各位看 假設我今天 這個當然我直接輸出 輸出的話 它應該會輸出到 G欄好了 比如輸出到G欄 輸出 有沒有 它會輸出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G欄 改成那個 改成 比如F欄好了 假設我今天要輸出 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怎麼去改 由剛剛的 一重 就是說呢 if else 這兩重 要不是這個 就是這一個 那改成多重的話呢 其實我這個地方 可以這樣子 比如說我今天要多重 怎麼樣改成多重 基本上呢 可以把上面的 層次直接貼上 貼上之後再來改好了 貼上 比如說貼上之後的話呢 那這邊後面加兩個字 因為 含那個 程序的名稱 記得不能夠一模一樣 所以我把它多兩個字 叫多重 那可是底下的話呢 它是 只有 合格不合格 所以我要把它改成 A 到 D 那改的方法 特別是 有一些訣竅 第一個 迴旋範圍都一樣 第二個邏輯 它只有 兩重 我把它改成多重 多重的改法第一個 就是如果是大於等於80的話 這邊改成80 它本來是合格的話 要改成什麼 改成A嘛 對不對 可是還有 B C D 這個地方 這個可以改成D 這個可以改成D 反之的吧 其他的 那這邊 Enter一下 如果說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有多重判斷 它可能有大於等於 再來就大於等於70 大於等於60 大於等於70是B 大於等於60是C 可是怎麼放進啊 這邊有個簡單的訣竅 就是 你可以把這邊 上面這邊 Ctrl C C之後 移到這邊 先打個L 它實際上開頭一定是L 跟後面接在一起 叫else if 所以特別是 我把剛剛容易貼上 貼上之後中間不要加空白 差別只是說呢 把原來的東西 再貼上來 前面多一個什麼 L10 所以叫else if 也就第二重 就是再來一個邏輯 就 再來一個怎麼樣 還是一樣 所以這邊 這個L 多一個這個而已喔 其他都一樣 這個就70 這個就什麼 B嘛 對不對 底下C怎麼做 你就把這個 複製一下 然後再貼 貼到它底下 這個改成60 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C 反制的就低了 OK 所以以後 你如果會 VBA的這個上面的這種 兩重邏輯的話 如果你要改成多重邏輯 基本上就只有多這個東西而已啦 其他如果你要有更多怎麼辦 就一直else if 下去就好了 看他有幾個啦 他理論上你也不會太多個 反正就是這些東西 那他的好處就是 自動幫你篩選 反正 你要換顏色也好 或者是不一樣的輸出也好 等等的 其實都可以類似 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們輸出的話 一定是輸出到 F欄 有沒有 輸出到 F欄 那我輸出給各位看一下 那當然 有的時候你直接執行太快了 這樣一直行 你可能不知道細節 把它自動好了 看起來 怪怪的 把它自動一下 全部自動 那如果說你要看到細節的話 我建議各位 將來如果把那個VBA部分 寫好之後 你可以按F8 游標一樣放在這個程序中間 按F8 F8就是 逐行的意思 你可以逐行 他會 停一行 停一行 告訴你 比如說這個成績 C 他是那個 大於等於 等於80 所以是A 輸出A 他會先執行 那個一個 那這個時候I是2 然後換到下面 NAS NAS是NASI 指的就是現在的I 會變3 所以 如果往下走的話 他基本上 再換下一個格子 抓過來 那就是 69.33 那他應該會跑哪個邏輯呢 應該會跑C 所以這個地方輸入C OK 你可以按F8 慢慢跑 他也可以慢慢一個方式 執行給你看 如果 你要看到 程式執行的細節的話 可以記住 在 其實也可以從 偵措裡面看 他這邊有個F8 也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慢慢的去 看到程式的細節 因為有時候你 不熟嘛 那你又一執行 奇怪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不知道 沒關係 可以 主行按F8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試試看好了 那主要這個程式 我是把它放到 雲端上面 那你 其實不用寫任何東西 主要就是你可以 至少你會怎麼樣 從雲端上複製 從雲端上 貼上 到 這個我們的那個 模組裡面 記得是先一個模組 再把它貼上 至少就是說你貼上之後 如果你有 還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把中間這個區塊 刪除 重新自己再打過 如果你重新打過 也沒有問題的話 那恭喜你 表示你應該是 已經學會了 如果你把它 解決掉 腦筋一片空白 不知道要做什麼的話 那表示你可能 還沒有 進入軌道 OK 所以記得 盡量還是 可以把這些 把它刪掉 頭尾留下來就好了 剩下的地方 你自己再 做一遍 但是這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可能短時間 你當然一下子沒辦法 馬上全部記得 要不要多 但是慢慢的 初期也許是 你可以套我的範本 不要說 最後 即便是這個課 結束了 你還在用 C C C B 那 也許 我有寫的 你可以 如果沒有的話 你怎麼辦 會不會寫封信告訴我 老師有個工作 請你幫我想一下 貼到那個雲端 上 我再去複製貼上 當然不可能 因為這東西的話 還是你自己要去把它做一個變化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一個 最後的那個部分 稍微再做一個複習 然後 我們就是把那個 本來是兩重的邏輯 if 再一個l 如果不夠的話 因為if 可能合格跟不合格 就兩重 如果說你有abcd有多重的話 你可以把 就是兩重的 改成多重的 以後 其實不外乎 你在工作上面 也會遇到很多的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的處理方式 不外乎就是剛剛講的這個 其實這兩個部分 非常重要 因為 以後只要牽涉到邏輯判斷 都會用類似的方式 然後上個禮拜還有講到函數 你可以用函數 也可以用vba 不過函數的話 還有局限性 就是可能 在小範圍資料ok 但是大範圍資料的話變成 你還是會 沒辦法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所以這部分的話可以先把 這裡先試試看 到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